佛山市月姓五坊部有限公司是一家中美合资企业 公司专业生产返年五坊部、五坊部制品 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园林等方面 由我们月姓的精英以及来自台湾的农业专家组成 这支小组主要是研究和推广 返年五坊部在农业方面的应用与实践 农用五坊部具有保湿、保温、调光降解等作用 目前,农用五坊部已广泛应用于农业各方面 包括生态降解地磨、育苗育备盆、各种农用袋、水果、护桃等各方面 不仅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降低能耗 而且可以保护生态环境 是深受农民青睐的理想农用材料 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 我们已经在几个基地进行农用五坊部的应用试验 例如,有广西的荆棘园和有机茶园 三水农科所试验田和金瑞康草莓园等试验基地 现在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三水农科所冯教授表示 五坊部有透气清水、保湿保温的作用 有益于农作物的生长 而且五坊部有降解和抑制杂草的功能 既能省去处理废弃地磨的功夫 也能省去除草的功夫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农用五坊部比农用塑料膜便宜 这对节约成本也有很大的益处 如果能将五坊部推广到全国农业 那么对于农民的增产征收具有重大意义 对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是一个飞跃的进步 公司针对农用五坊部这个项目 先后引进了多台生产设备 这是公司最新引进超大幅宽拼接五坊部机器 可将秉轮反联五坊部拼接成任意宽度 成为农用五坊拼接部 如4.5米、6.5米、12米 最宽可拼接从30米 有效解决农用五坊部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幅宽小带来的覆盖面积小 从而需要多次铺盖带来的人工消耗等问题 佛山瑞幸公司敢于走在中国农用五坊部 开发的最前沿 努力实现降低农民投入成本 使农民增产增收 为中国早日实现农业强国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